各位 在一起容易啦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在想 沒有想說怎麼在一起 先想怎麼分開啦 但是我這樣跟各位講 我不是在打七歲 大家不要說我的意思 我不是在觸各位眉頭 但是以現在的婚姻 跟現在的伴侶 對不起 我一定要先告訴大家 你們想到結婚 你們一定要先想 如果有些人分手 會怎麼分手 你不要跟我說許醫師 這個不好啦 怎麼樣 各位 我要去想清楚 不代表它會發生 可是我跟各位講實話 人在一起談戀愛都是甜蜜的 人在一起談戀愛都是甜蜜的 比如說 在我門診曾經遇到一個個案 跟我說他是 辦公室戀情 我就第一句話跟他講 我說你 有種談辦公室戀情 你就有種分手的時候 跟對方繼續當好同事 聽懂了沒有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齁 另外一個剛才跟我說 他跟老闆 就是有這個 超友誼關係 一個女會計跟老闆 我就跟他說 你現在都很甜蜜 但是你要不要想想看 哪一天如果你跟老闆分手了 你又是公司的會計 他不會擔心你把帳亂做 再來你跟老闆分手了 你這家公司 你有沒有辦法繼續待下去 各位聽懂沒有 是啊 所以雖然我們在講百年好合 但是我先這樣講 各位 比如說我也是有一個個案啊 孩子生下來 半年 夫妻就分房了 他也就回娘家 就不回來啦 各位 甚至很多夫妻 一離婚 各位 光孩子要炒歸誰 然後爺爺奶奶又介入 外公外婆又介入 各位真的炒得不可開交 所以同時當我們在講百年好合的時候 同時我要跟各位講 對不起 麻煩你們要有智慧 好聚一定會有好善 各位 因為天下無不善的宴席啦 縱使給你感情再好 三次夫妻 七次夫妻 各位 不可能每次輪回都當夫妻啦 煩都煩死了啦 明白了嗎 不可能的啦 一定會有善的那一天啦 那重點是怎麼善 所以各位 對不起 這也是我們身心靈很重要的學習 所以當我在講百年好合的時候 我同時要提醒各位 好 你不要自我欺騙 你不要自我欺騙 你永遠要在想 如果分手的時候 會不會不成熟 會不會心裡 其實是很難過的 會不會甚至是彼此傷害的 或是你會受到很重的傷 這都是我們要學習跟成長的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板橋分會會搬家嘛 已經確定了嗎 下禮拜要再看一次 下禮拜要再看一次 再做最後確定 所以有可能會搬到板橋車站的對面 對面一個新的一個場地 OK OK 好 那接下來賽斯文化的出版品 第一個會出這個 許醫師的寫真集嘛 對不對 這如何找回 什麼 美好體態是 好 許醫師的寫真集 好 那還有一個是那個 下個月要出的 這個 趙玉政 跟你 想的不一樣 因為我昨天也開始看 一齣新的韓劇 叫變身情人 變身情人 叫 kill me heal me 殺了我 迫事 治療我 對不對 kill me heal me 叫變身情人 那最近好像開始在台灣 開始播了 昨天晚上十點到十二點 播一跟二 所以大家要記得追上最新的韓劇 對 好 那第一集 他是講到 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之前我跟大家講過 有兩本 非常有趣的小說 在講多重人格 就是那個第五位沙利 跟二十四個比例 二十四個比例 那第一集當中剛好也出現了一個 躁鬱症的患者 那下個月會有一本書 叫 躁鬱症跟你想的不一樣 因為傳統上來講 躁鬱症大概 很多人就是 中期醫生就是服藥了 但是有很多人在抗拒服藥 那好好壞壞 但是這本書 他從一個身心靈的角度 來告訴大家 怎麼來看待躁鬱症 尤其這本書 各位 他是許醫師帶的團聊的整理 所以裡面的每個故事都是真的 裡面所有的都是真人真事 但是我們會改編 姓名啦 公司啦 這個 包括性別都會改編 各位不用擔心 這個 但是他會是一本 非常棒 幫助很多 所謂情緒失調的人 好的一本 好書 甚至在裡面 我自己都有我自己 醫學上的突破 因為以前在我們學精神醫學的時候 很好玩 就是有躁必定有鬱 所以躁鬱症他一定會有 躁或所謂的輕躁 這個 Type 1還是Type 2 這個雙極性的 這個1還是2 Bipolar 1還是2 那 在以前我們學精神醫學的時候 有鬱的人 不一定會有躁 但是有躁的人一定會有鬱 後來我發現這個 精神醫學的觀念是錯的 教科書寫的是錯的 各位 常常我覺得我很爽的地方是 在我所學的賽斯心法 跟我的精神醫學的臨床經驗 我常常看到 根本超越教科書的東西 各位 所有有鬱的人一定會有躁 只是你不知道那叫做躁 你不知道而已 他根本是 在可被觀察的臨床症狀以下 或者家人根本不知道 他其實發作躁症 有些人造你是看不到的 他是心裡面在亂 他不一定表現成行為 那段時間的心慌意亂 其實你不一定會知道的 所以其實有鬱 就一定會有造 所以每次我在學賽斯心法 我覺得很有趣 很多東西已經超越了 所謂的精神醫學的這種概念 反而你 所以我當醫生以來 我常常覺得 一個醫生真正的教科書是病人 不是醫學研究 那一天一天到晚 懂得醫學研究的人 不一定會醫病 各位聽懂的意思嗎 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教科書 是他的患者 他的患者 他的患者 教他誰 不是會思讀書 做科學研究 做醫科研究 別人不想醫那種醫生 你知道意思嗎 越來越多醫生 會做研究 會學paper 會唸書 不會醫病 各位 因為真正的一個醫生的教科書是誰 就是病人 一個醫生的老師是誰 就是病人 各位明白嗎 所以一個真正好的醫生 是能從他的病人身上學習到的 因為一個患者身上所有的症狀 才是他真正學習的根源 自從我當醫生以來 我很清楚知道 所有的患者都是我的教科書 所有的患者都是我的教授 這樣才真的能夠以病為師 以患者為學習的一個根本的心態 這樣的話 其實在我們的醫療 才會越來越走向一個正向的一個道路 再回到我們的百年好合的秘密 回到我剛剛講的魯伯跟約瑟 在魯伯跟約瑟的他們的關係裡面 來各位 因為我們講到伴侶跟婚姻關係 可是各位你知道 常常人容易在伴侶跟婚姻當中 迷失了自己 有些人可能後來以你的先生為重 後來可能以小孩子為重 或是以爸爸媽媽公公婆婆為重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在一個伴侶關係裡面 你有沒有你個別的價值感跟成就感 各位這很重要喔 很多人進入了伴侶關係 進入了婚姻關係 你忘記了在伴侶關係 最重要的那個角色是誰 是你自己 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魯伯跟約瑟 他們建立了婚姻 各位 魯伯的才能是什麼 寫詩 寫小說 然後來 跟賽斯合作 傳賽斯資料來嘛 各位那約瑟的才能是什麼 會畫 他是一個畫家 所以常常在他們的夫妻生活當中 他們兩個都是所謂的自由創作者 都不是所謂的固定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簡單來講就是soho族啦 可是各位 他們在家不是兩個人四目相對喔 他們在家通常是個人在做個人的事 比如說 約瑟在畫畫 魯伯在寫他的詩 比如說 魯伯在上他的ESP班的學生的課 約瑟在房間整理賽斯的稿子 各位 就是他們雖然是一個夫妻跟伴侶的關係 但是他們彼此都有自己的 獨立的空間 獨立的一個創作的時間 獨立的個人的一個喜好 甚至興趣跟嗜好 所以各位 常常在伴侶關係裡面 你忘記了 你必須要在你此生當中 因為各位你們會進入婚姻 你們可能會有小孩 你可能會是爸爸或是媽媽 或是你會有外遇 你會當人家的小三 各位我都先不管 好 好 好